大家好,今天跟大家看看2016年HKDSE化学卷一格报的第十一条题目 这条题目是课题7,氧化还原,化学电池和电解 大家看到题目上就问下列这个化学物中何者的淡具有最高的氧化数 A答案是NF3,B答案是N2X4,C答案是NANH2,D答案是HONH2 首先第一件事要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究竟不同元素的氧化数是如何判断 或者原先的氧化数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大家都应该熟悉说氧是何时都是负1的 至于氧大部的成份都是负2的 而氧来说是正1,而纳也是正1 根据这几个资料来说,我们就计算这四个元素的氧化数 大家同学看到,到时画了底线的就是我们计算的氧化数 第一个来说,NF3,根据计算来说,氧化的氧化数是正3 而第二个情况,N2X4,正这个就是负2 由于氧是正1 第三个来说,大家看到NANH2,就是负3 而最后,我们看到HONH2,也是负2 所以同学看到,如果在这四个答案里来说 最大数值应该是NF3,所以答案应该是A 但同学,如果你做这题目的话,究竟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不可以不需要计算呢? 其实同学都想到,既然我们在这里来说 同学,如果你心想清,你看到这四个化物里面 有三个都是轻的 但同学都想到,轻的话是正1 也就是说,当法物不带电池的话 它的氧化数来说,如果其中一个是正1的话 氧化数一定是低于正1 或者在这情况上,你会看到是负数的 所以同学都想到,既然F是负数值的话 也就是接近之后,N一定是正数的 所以很容易猜到是A这个答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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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